哎哟兄弟们 今天进游戏的话 亚索终于是加强了 与其说是加强的话 不如说是回调了一点点 以前版本的话 亚索大家还有印象吗 强到啥程度呢 这么说吧 是可以硬高万豪的情况 哦 当年亚索龙卷风 持续时间的话 握在手里可以握十秒钟 慢慢找机会 直接削弱成六秒 有时候你不得不放 只能说强行吹着玩 风墙的话 虽然说不能打环卫塔 但是的话 它可以持续四秒钟 挡所有的飞行技能 最主要的是 风墙冷却也就十多秒 那现在呢 你们进游戏看看 30秒 你现在的话 想开一个风墙 以前你能开出来三个 激出血量的话 也是被连续狂砍好几次了 有的时候我半夜睡醒了 那也表示湿的 为什么呢 梦到了以前的亚索 一进游戏的话 一眼不透 一级490血 几乎全面蒙电梯 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 你亚索有个护盾 每次我都怀疑 你是不是云玩家 或者说你从来不玩亚索 玩亚索玩家都知道啊 亚索这个被弄薄的跟纸一样 手放一点伤害 你有1000多护盾都立马破掉 有护盾的英雄有很多呀 为啥对亚索这么少的血量呢 青钢眼一级比亚索要高200的血量 他的护盾比亚索更牛逼 更厚 而且还可以抗淌 亚索这动物的力量不要 把血量给我调一调啊 我们来看一看这次的亚索增强 血量从490点增加到520点 增加了30点生命值 哦 这小身板终于是硬朗一点了 这30点生命值的话 按照红水晶400块钱 增加150点生命值来换算成经济的话 那比之前一级白索100块钱的手购 哇 那还是可以的 因为亚索是一个前期必须要打压制的英雄啊 血量对我们非常重要 亚索的被动既不能扛小兵伤害 也不能扛防御党伤害 但是在打架的时候对方有用 在对拼的时候 老亚索经常会有说 被动差一点点 哎 差一步 就刷出来了 哎呦 被小兵打死了 或者说又被对方一套带走了 被动差一步啊 怎么就经常差这一点点血量走出来被动呢 被小兵打死了 哟 下班们加强的话 多30点血量的话 真的是巨幅加强 因为有时候的话 被动刷不出来就差一步 很多玩家都会这么痛苦 增加这30点生命值 刷出被动和对方对拼反杀的几率更大 这可是一个回血区的游戏啊 一波单杀就可以改变游戏结果 还有的话就是大招CD前期减少10秒 喊聊胜语吧 亚索大招的话 基本上不太缺冷却啊 开完大招之后 回家补给完回线上的话 差不多又好了 很少出现没大的情况 上次出亚索神龙尊者这个皮肤的时候 亚索就增强了 给亚索增加了一根腿毛 要不得增加了两点护甲 其实也差不多 这次也不例外 亚索又又又又又又又出新皮肤了 我的天哪 亚索都多少个皮肤了 有知道的学生们可以评论区告诉我一下 而且每一次亚索出皮肤 都出一大堆的炫彩 谁叫他是联盟最火的英雄呢 好多英雄出到现在的话 好像都没几个皮肤吧 来 学生们 我们来看看亚索的新皮肤 我们来看看回城冻中 这刀是 断成一截一截的了吗 哎呀 不知道还以为是章鱼妈呢 这个皮肤和水有关啊 咱们来看看咋技能还有音效啊 封强的特效还是可以的呀 但是该说不说的话 一个皮肤的话又是八个炫彩 我这钱包有的顶不住啊 一区二连飞起来看看零招 飞龙在接 飞龙在接 亚索当中落地就没有伤害了 但是这个皮肤落地之后 还有一个水柱冲上来的感觉 晒晒那些不会玩亚索的玩家 还系不错的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你的亚索导师 飞风少年